投一條猜獎我們要衝百萬訂閱哦 所以請大家一定要趕快訂閱起來 不僅僅是東盟啦 很多歐洲國家當然也包括法國啦 德國啦 他們都很想要加強跟中國大陸一起經貿合作 可是呢又說動不動就是 中國大陸都在什麼軍事擴張啊 要防止它擴張啊 所以就來什麼 要辦一個印太論壇了 法國現在要這麼做 賴老師訂出日期在2月22號這一天 但是有媒體就發現說 法國怎麼沒有邀請中國呢 要談印太的事 居然沒有這個邀請的名單當中 有日 印 韓等國家 密克羅尼西亞聯邦 印度洋與太平洋島國等等等 可是呢這邀請的名單裡面就是沒有 但是呢主題來了 就是要聚焦於如何抗衡中國擴張 法國也跟日本跟美國 他們都加入印太戰略的一部分 因為法國他還是認為 他應該要繼承過去的船艦炮利的這個傳統 用證明他的軍事的存在打通他的貿易 擴大他的經濟跟政治的關係 歐洲的國家幾乎還是活在 殖民主義時代的傳統 這也就是為什麼法國 德國 英國等 他們的這些船艦都要進入南海 要到這個太平洋這個地方來 因為本來大家都會認為說你的軍艦 你應該就在大西洋在地中海巡弋就好嘛 你怎麼會跑到這麼遠的這個太平洋來 因為你需要有龐大的這個支撐點 所以他們在太平洋裡面找到的就是日本 因為日本他本身要抗中 那日本要抗中 所以日本就提供給澳大利亞 德國 英國 法國等這些國家 作為他們的軍艦的停泊點 那也就是說可以在這個軍 可以在日本港裡面去進行整補 讓他們的軍艦可以停在這裡 那對於歐洲的這些傳統的殖民國家來說 像法國他當然就想要繼續影響 他在這個太平洋的國家 像日本 英國 英國就是想跟澳大利亞跟印度 也建立更緊密的關係 那對於法國來說的話 他找到的一個理由是 他有一個海外省 就是大西地 所以他說他有一個海外省是南太平洋 所以他也是南太平洋的國家 是 怪不怪 就是一個大西洋彼岸的國家 法國 然後他也說他是太平洋的國家 只因為他有一個海外省 所以他也要把他的軍艦 拉到這個南太平洋來 可是他要把他的軍艦拉到南太平洋來 他需要很多地方的支撐 所以他就要建立這個論壇 那要由法國來當東道主 所以他這有跟中國大陸別苗頭 可是他也有跟英國跟澳大利亞 跟澳大利亞別苗頭 因為英國澳大利亞跟美國建立的是ERKUS 對 就是安格爾薩克遜族的軍事聯盟 那現在法國他也想要成為一個具有影響力的大國 所以他也要成立這樣一個論壇 所以才會邀請這個日印韓還有就印太以及南太平洋的這些島國 來加入他的論壇 然後他是倡議者他是東道主 所以他是領袖 那這個就是馬克宏在國內選舉的時候 他也要利用他是歐盟的理事會 目前的這個輪子主席國 他本身要盡量擴大法國在歐洲 以及在全球的影響力 但中國的影響力還是在不容忽視的 尤其現在大家說 尤其西方國家都說 中印邊境的這個衝突到底什麼時候會爆開來呢 中國說其實沒有啊 沒有什麼衝突啊 那印度後來也說 好像也沒有你們講的那麼嚴重嘛 那現在你看到這個最新的一個新聞是 大陸交還了在中印邊界失蹤的一個印度少年 大陸在上週四有宣布要遣返 那麼共軍西部戰區還說 巡邏當時發現這印度人 然後他是非法進入中國領土 後來有按照邊防管制的規定 接受了例行訓問隔離與觀察 期間也都給人到援助了 所以呢其實真的沒有什麼事 是要表現出這樣子一個氛圍嗎 亮哥你怎麼看 其實中印邊境本來就只有邊境衝突啦 也談不上什麼戰爭啦 那本來在3月之前那個地方要衝突 本來就非常困難 那天氣那麼冷 那雙方所以都在佈陣啦 所以我認為本來就沒有衝突的可能性了 至少在3月之前 那當然印度最近也開始放緩那個有多少億以下的投資 可以不用審查 因為他去年那個吸引到的外資很少 那當然就是因為他限制了中國的資金嘛 那這個是自己造成的後果 所以他這個部分也要開始放鬆啦 所以我不認為中印在今年會有惡化的一個可能性 不過你剛剛講那個法國我補充一點 法國的GDP只有2.6兆美元 所以有時候真的不要 他老是這樣他明明就是做豪華經濟艙的 老是以為自己是投的很艙啦 就是他真的是高估自己 你能夠領導歐盟已經很了不起了 你還想要領導印太啊 他是今年歐盟有輪值主席 他提出印太計劃 然後就說哎呀這個我就帶頭來做吧 人家英國搞印太是有基礎的 因為他過去有大英國協 德國比你還強大 德國3.8兆美元 德國都不敢說他有印太計劃 就你印度只有一個大西地你要踢 法國 而且只有2.6兆美元的GDP 日本是5兆 來日本都不敢說我要提歐洲計劃 對不對 所以我說聽一聽聽一聽就好 FCC他們現在呢又出招 以國安為由吊銷了中國聯通在美國經營授權 60天之內停止在美國 任何國內的國境 中國電信也被停了 對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嘛 就那好啦那就現在你看說 中國聯通隸屬中國國有企業受到中國政府的利用影響控制 所以就沒完沒了了 那後面還會有嗎 現在 這個就是電信業ICT啦 ICT本來就是美國定義的敏感的企業嘛 尤其是電信嘛 電信一定涉及可能的監聽嘛 之類的 那它不要有任何意外啦 所以就一家一家停掉了嘛 甚至包括華為啦中國電信 這個接下來中國聯通 這個我覺得是邏輯的必然啊 是齁 所以就等著看 繼續這個應該還沒完 後面還會有 但是中國大陸方面你看看怎麼做 中國大陸現在呢 就積極的來發展區域經濟合作 透過RCEP要加強對外的合作了 尤其是在經貿要努力了 地方上你看到雲南省 雲南省呢 他們現在就努力囉 人民政府要還有這個有關於加快 加快對接RCEP行動計劃 有發一個通知 那麼呢說第一年減稅到零商品 和新增減稅商品作為重點 有水果啦堅果啦 多項的農產品出口 並且要加速通關 有綠色通道 強化於緬甸 寮國 泰國 柬埔寨等 東盟國家 共同加強的投資合作 來介大使 對因為這個 這個RCEP裡面有很多 叫這個Trade Facilitation 就是貿易便捷化的一個章節 所以它不管在通關 在檢疫 在各種這種手續的申報上 它都有簡化的作為 所以在這個部分 我想跟這個RCEP主要的主體 是東協十國嘛 那除了這個 除了比較靠海的 陸陸上 你比如從緬甸開始 到泰國 到這個遼國 甚至這個 這個所謂在陸地上 大陸上的 這些東協的國家來講 那麼會透過陸運 跟這個雲南 做比較密切的這個貿易往來 這個是可期待的 所以我想就是說 作為重要的 對東協的口岸 省份來講的話 雲南應該肩負到 比較多的這個 能夠儘速落實 儘速讓RCEP的一些新的規定跟作為 它能夠儘速落實 這樣一個特殊的工作 對 所以你看這個有關RCEP的話 可能對中國所有的省份來講 那個雲南是一個重點省份 它的這個GDP一定很快就會增加 很快會起來 而且這裡面就是說 除了這個貿易便捷化裡面 它還有實質的產品的這種 拓銷 是 那麼這個就是 雙方本來就是一個互補的關係 很多中國的這些重要的商品 也可以透過雲南 將來不管是這個 這個通過這個雲南的這個 最近剛修好的 中寮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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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來中寮鐵路 那麼再加上往泰國一直下去 中泰鐵路 那麼這種情況 我想就是說 就是說雲南會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本來的話 這個 東南亞的產品 透過陸運往雲南 透過雲南 從這些陸運 然後進入中國大陸 我想是一個很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管道 所以你看就是說 除了我想這個RCEP對雲南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商機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機會 要它提振它整個作為一個貿易 最重要的口岸省份 很多的配套措施 很多的這些具體目標 我想他們在這裡面 大概都做了很多的規劃 請教官下召集令 支持中泰的好朋友們 預期呼籲大家加入訂閱稱數的行列 距離百萬訂閱呢 只剩下不到十萬的差距了 所以朋友們 讓我們一起按讚 分享 訂閱 讓全球的華人都看得到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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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